調整 歡迎收看大師大我嗨阿憲今天是三月22號禮拜五 大鴻雄老師祝大家週末休息一會 今天 大盤真的是 开高震荡啊 那最后还是收红 厉害厉害厉害 这盘真的是 蛮厉害的 那尾盘我是比较惊讶啦就是 不知道是谁又去把台积电拉起来又去把联电这些股票拉起来 联电本来跌蛮多的尾盘收上来 那今天的盘算是也是 波涛汹涌啦 但是你还是去了解 昨天涨414点今天又涨了29点 所以 今天的 序长 这有点 令我意外啊因为昨天 央行总裁杨金龙啊现在是杨金龙不是彭怀男 杨金龙又出手了 居然是升息 升息不多半马而已 那台湾的央行就是 我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啦 你把台湾利率压这么低 那就是鼓励那些炒房的人嘛 其实他是在土利那些有钱人都土利那些企业家 那全世界现在大部分的国家现在都 升息升到4%5%以上 然后现在准备要降息了 就台湾现在变成要升息 到底出什么问题 这个才是 我比较关心的 当然你不会去关心的 你想说我今天成交量还有 快5000亿嘛 对不对 成交量那么多 台积电源拉尾盘 对不对 这股票多棒啊 歌舞升平啊 对不对 只是说00 939 破发昨天破发之后今天倒赔啦 恭喜老爷赫许夫人 叫你们不要去碰你们就听不懂啊 没关系 听不懂国语没关系 赶快去买 哦 那种东西 大家都跟你讲说是什么懒人投资法 懒你个头啦 你父母怎么教你的 你们老师怎么教你们的 懒人 懒人赚到钱那是捡到钱 并不是什么什么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跟你讲 会成功会成为赢家 跟你讲 你要搞清楚状况 你如果说是现在指数 台股指数在3000点5000点 那么你可能懒人投资法定期定额下去买 有一天台股如果上来的话你就有机会 现在不是现在是2万点 2万点你还在懒人投资法 到底是这些金管会这些官员有问题 还是这些发行基金的人有问题 还是这些 这些买ETF的人有问题 就是全民的那种财商的那个财商 就是财务的那个智商 到底那程度是怎样 你自己要去考量 当然做股票有风险 挂牌第一天我就跟你讲会破 发行价 00939 规模531 还有一支更好玩的 还有一支那个00940 愚人节要挂牌 那一支会更惨 齐鸿今天没有大跌 我还是跟你讲 配七块而已 千张大户在卖 现在在硬撑是人家跑不掉 包含双鸿 是人家跑不掉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 我现在我跟你讲 我现在讲的东西你日后下来看你会很想哭 为什么呢 就像高端疫苗 我跟你讲说三百多块 不要去抢高端 好 三百多块 下来 现在六十几 现在几块我不知道 直接看到五六十 那他到底值多少钱 你自己要去想 那股票如果涨超过那个 一窝蜂炒上去 他涨超过他应该有的价值 那股票迟早要下来 那时间问题 股王 今天也没有大跌 我还是跟你讲 有钱人在 跑路 你千万不要在那边什么 我跟你讲这个 ASIC 这个 IP AP 我跟你讲 你把他小一点 自己去看 你看联联发科 谷歌 灰达 AMD 然后 谷歌 然后亚马逊 全部都要自己成立 ASIC 部门 我现在讲的是 已经有公布出来 他们已经在高薪 聘用人才 自己成立 ASIC 部门 他这个细制裁的部分 不要给 不要给 四星KY 不要给资源 不要给创意这些公司赚了 人不要在谈 你还在买 本益 100倍 200倍 拼命买 更投机还去买经历科 厉害 你们要买就赶紧去买 我是不知道 宏海今天来到148.5 我跟你讲 涨50%了 不要追了 很多人最近都在问我红海可不可以买 我今天正式跟你讲不要买了 不要买了你下个礼拜开始跌的时候你就说 老师我跟你讲 他涨50%了 你现在随便卖都赚 他股本有多大你知不知道 他股本 股本是 1300亿 涨了50% 两个礼拜涨50% 投资朋友 不要闹了好不好 就像指数 今天你看到2万点 过两个礼拜以后跟你讲3万了 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那很快吗 很快我们就可以反攻大陆了 对不对 不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抗中保台也可以统一中国 圣经病 股票你来看清楚 到底状况是 背后 他应该有的价值是 操作起来才 比较有底气 因为有些人买股票是 市场气氛 或是说什么 那个 那个谁呀在哪个财经台说什么好话 随便你 你高兴就好 今天重点是最后涨 最后涨29点 厉害 我说厉害 所以 我是不认同这个最后拉起来 还给你拉尾盘 我是觉得很奇怪 那央行升息办 挡不住台币 台币还是拼命扁 你要看清楚 他说是要打通膨 其实没有 他是在阻挡台币的狂扁 台币扁成这样 台币扁成这样 扁到这里 扁到这里 这是台币的走势 往上是扁 不是升值 往上是扁 他是在挡台币的扁 为什么台币扁那么凶 一定有事情 如果不升息的话 他现在 问题 问题是他又 龟毛你知道吗 升个半嘛 那其实我们现在怎么样看利率就是1%多而已 那我们跟人家还是 4% 5%还是差很远 那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联准会已经开完会了 可能6、7月以后可能会降息 那瑞士央行昨天已经 昨天晚上率先已经降息一马 有点惊讶 我觉得瑞士央行昨天很厉害 欧美国家第1个 第1个降息 那苹果这边中错4% 瓶盖股你就不要碰了 不要再去问什么什么 老师那个 郁金光壳不可以买 老师那个瓶盖股最近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 就没约分 第1个手机卖不好 第2个平板卖不好 第2个头戴装置 Blo 卖不掉 整个仓库都是 对不对 那手表的专利又告诉人家 凭凭出包啊 你知道库克啊 苹果董事长那个库克 2018年的法说会 讲一讲 被投资人 起诉呢 说他乱讲 就美国政管会 罚他 罚他几十亿 赔赏投资人的亏损 黑白公啊 2018年的事情 现在2024年了 人家在起诉2018年他法说会讲什么 台湾这边敢吗 台湾这边是 你法说会那个 庆菜人家当事长啊 总共你黑白公公的 对不对 人家国外是乱讲 人家逮到的话是直接罚钱 投资人 求偿啊 新闻没有报 新闻没有报你就不知道嘛 对不对 红基 红基我们今天要买啊 买了又跌了 真的抱歉 我说 这 有点非战之罪你知道吗 这红基最近也没有涨啊 你看你看最近红基 他前一波这一波涨我没有跟到啊 那这一波修正下来 已经两个月没有涨了 想说今天带量上来 指标也都上来了 就尾盘居然给我杀下来 这莫名 有点莫名其妙 因为 整理完的话你像 你像那个人保 人保 尾盘还是 转强喔 人保已经要过前高了 一样是NBA股票 人保要过前高 那音乐打已经创高了 音乐打整理完 已经创一个 今天拉到涨领板了 所以今天我是卖掉 卖掉音乐打 拿下去转 红基 就我今天也是套劳 真的很抱歉 套劳就是套劳 但是我是认为说 这买这个价格应该也不贵 也不贵啦 我们不是买最高点 就是买的也不贵 那这边应该还是 还蛮有机会的 我个人认为啦 蛮有机会的 昨天我们是 买 买加币棋啦 我说120压回嘛 压回要97块 你像昨天也到97块1 一定可以成交 就今天加币棋一开盘109 冲上去差点涨停榜 是觉得蛮不好意思的 所以我是知道很多投资人 很喜欢看我节目 他知道我选股没问题 你知道吗 不然昨天没大涨啊 昨天 昨天大盘涨了400多点 这张股票压回 我是在买这种股票啊 我觉得他压回超过两成了嘛 拉回两成了嘛 两成多了 那买那应该风险就不高嘛 你做股票一定要先要求风险要低嘛 那一开盘109 我说我也傻眼 还好盘没有很好 不然他就锁起来了 对不对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说 洪老师在那边炒作怎么样 其实也没有啊 就跌生了嘛 跌生了 我们找一个合适的点 本来就注意他很久 做一个买进 尾盘拉起来 收链跌幅 一开盘拉到快涨停板 真的太过分了 真的我都觉得我自己太过分了 当然我不会有所罗门拉 因为 现在所有老师要做生意就说他有所罗门 他有广民 我跟你讲啦 那一招 那一招 白痴也会啦 真的有所罗门吗 真的有吗 我刚刚那两句话是要问这些老师 你们真的有吗 难怪市场的投资人不尊重我们投顾老师啊 什么专业啊 你看他现在是分析师的考试 考考选择体 你运气好一点就考过了 哪像我们以前啊 20年前考分析师 全部都是问答体 不会就是不会 考个毛啊 所以我们是真才实学出来的 现在的我就不敢讲了 对不对 自己加油啊 你自己要好好挑老师啊 我们可是有快20年的经历 加油 加油啦 其他我就不跟你多讲 老师 就像一发我们那天买跌停板一样嘛 跌停板买回 很多人还是觉得很奇怪 隔天拉涨停板骂我 你知道吗 再拉涨停说 你们怎么这样啊 真过分 到底会涨到哪里 有啊我们公布啦 我们也要求你有兴趣的 打个电话过来问啊 不然你就追踪我们的QR Code啊 不然前一波涨一倍怎么会赚的 你大家都赚钱啊 你为什么赚不到钱 对不对 我今天买红基屋也套了 我也不会给你躲 不会给你闪啊 没有赚就没有赚啊 还没有卖嘛 收盘就是赔的啊 赔的就是赔的啊 去看看你跟什么老师 去看看你在看什么节目 我跟你讲很多投资人不会赚钱 不要怪别人 要怪你自己 好好想一想我刚刚讲的 祝你周末假期愉快 审订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审访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